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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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再討論 自主學習 這件事情裡面 到底也不能被搶破 如果可以的話它的正當性佔要 所以我們先想到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會畫一條線 就是說 如果從發展理論的角度上來看的話 人到某一個點 那個點我們知道是 一個必要之合 就是我們要先達到一個點 那個點之後我們相信每一個人 他會有能力去到他想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架構 這邊是 那個點我們畫在18歲 那當然 他只是一個大方向一個原則 然後為了讓一個人 他到18歲的時候 能夠去對這樣的能力 去做這樣的事情 換句話講 常常看我不是要限制你要爬哪桌傘 我也希望你去爬泥翔去的傘 那為了到那個時候你有這樣的能力 我們回過頭來來找 強制的正常性 所以為了一個人 要發展的能力 我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對於一個人的養成 可能會需要分成兩個部分 為了就是18歲的那個目標 那一個就是各種 發展理論下開展出來的概念 認知上的東西 非認知上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獨立思考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我們 認為強制性在 在什麼事情 自主學習裡面 它正常性的原因 就是為了以後 成就你想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回過頭來 我們認為有一些基本上 Universal的 假如是一類社群裡面 一些基本的能力 是放出視野基準的 你會去Argue裡面 連你怎麼切 但你可能比較沒有辦法Argue 而是這些能力是重要的 這些前提的發展是重要的 然後那也是我們找到的 正常性的理由 然後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 那 稍等回答這個點 謝謝 那 就在這樣的賣賣肉裡面 就是發展理論提供了一個 我們看似線性的框架 那我們也體驗到 其實這個線性 它還是有個體的差異性的 所以你的那個所謂的強制性是 我們基於 合理發展理論的依據 我們國家說 也許在不同年底層 不同年底層之間 有一些 你要是努力達成的目標 但在那個間距裡面 其實每個人還會依據 個體的差異 會有些發展的不同 還有 那個限制會反映在 呃 區間裡面是被限制的 你什麼時候學的什麼事情 大體是限制的 但在這裡面 其實它是會有一個彈性在的 我們大體上是 會這樣的訪問 有 需要補充 好 來看 好 我們是等大家都講完才問問 大家都講完才問問 大家都講完才問問 好 然後第二我們討論第二問題是說 那強勢的正當性在哪裡 憑什麼 對 然後因為 呃 剛才有討論到說 那孩子的主體性 那孩子還想回到啥自主啊 那就 給爸媽決定嗎 還是給政府決定 那總有人要決定 所以這就是正當性 總有人要決定它 對不對 所以 只是接下來我們要討論說 呃 這個決定 我們在討論說 過去的歷史脈絡的話 比如說 呃 每一個政府 對於教育 它所收束的這個強度 是不一樣的 那台灣 過去的歷史 呃 種種原因 所以我們 為了要讓你這個 我們的人口數值 要極度的提升 所以我們馬上就 要求要就是 呃 是資料普及 所以我們的教育 變成一個義務 這個就是強制性 對 那 就是每一個 美國政府 對政府 對教育的這個收拾 度是不同的 這樣子 對 那所以說 當我們 對自我學習 當我們覺得 要推動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 給它一個規範 那 行程規範的同時 它的強制性 就一定出現了 因為我們要給它說 自我學習怎麼弄嘛 那怎麼弄的 該怎麼弄的 這個 種種規範出現的時候 這就是 一種強制 所以強制性是不可避免的 當你要把這個議題形成 並且去推動它的時候 所有的 給它的這個規矩 就是一個強制性 所以這也是它的正當性 因為它一定要有的決定 只是說你要回歸 全部給家長決定 我的孩子 你要不要學 學什麼 因為你學什麼 之外 你還可以讓它去討論 你要不要學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它是 強制性是一定會出現的 然後呢 只是說我們要給它到什麼 那我們接下來討論的 第三個議題就是說 強制性一定有 而且它有其正當性的話 在談論的是 強制性它要的這個規範是 怎麼樣的規範 那我們覺得這個規範呢 其實就傳達了 我們現在這個縣市社會的價值觀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人都是紅油之中的其中一份 有一點我們會拜拜 那下一代 追動這個社會的孩子們 我們希望他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有什麼樣的價值觀 就是我們現在要給他的這個報告 這個方法我們可以視為一個根 比如說 德式體群美 或者是平格力 或是拉拉拉之類 這都是我們的價值觀 或是我們覺得 未來社會需要 互聯網大規劇等等 我們希望他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這就是 那一個根 也就是 那個方法 然後這也是 希望他們 就是長大開他一個地方 謝謝大家 龍主 我們今天有從定義 什麼是自主學習開始 然後呢 就我們討論當中 我們快發現 它其實是一個歷程 當我對這件事呢 其實是非自主學習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外在的強制 它才能夠變成一個自律 自律之後呢 它可能要由外轉內 喚醒它的自覺 它的靈魂起來之後呢 我覺得就會進到內在的動力 自主學習 所以我們覺得啊 在這個階段不需要強制 可在這個階段 需要強制 然後第二個 呃 我們想說就是這一堂課 我們被迫 學習可以成為悲魂嗎 哈哈 應該就是 在這個階段吧 就是因為我們對這件事情 是沒有能力的 所以我們從 我們沒有辦法自主學習 就是 如果老師不給我們這些材料 我們應該無從何之 我們可以去學哪些東西 對 我們常常不會想說 我們在這一次 我們肯定我們需要學到大面 或是什麼 那些互聯網 我覺得那是我 微軟的同學也在做 怎麼會到我教育裡也在做 對 所以我覺得 在我們還完全沒有概念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階層 是一個很重要的 然後 接下來 其實這個有點像 是螺旋性的 就是每個人 他這個階層需要多久 真的需要整個大環境 或是他跟人跟人 直接關係 或是他天生的能力 所以應該有些天 想要在某些方面 就可以直接進入 自主學習 有些人可能要從 這樣的例子過來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組 我好認出來的 好 謝謝 來 下一組 哇 昂兔 他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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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組跟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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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組先想先 對 我們組的討論 非常地精彩 但是 但是我的頭腦 只能整理 那個我所能理解的部分 對 好 那我們也是從定義 自主學習 來開始 展開 那我們定義 自主學習的定義是 學習者 擁有最高的權力 去決定自己 是否要學習 要學什麼 並且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那 那自主學習 會受到什麼強制呢 以目前現前的制度來看 最明顯的就是 在台灣 我們有搶貨入學條例 他沒有辦法決定 他學或不學 所以我們就會想 如果自主學習 是每個人可以決定 他有最高權利 可以決定自己 要去學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強制一個人 要進到學校裡面去學 為什麼 我們就去討論為什麼 那我們以前念書都會告訴我們 為了佛理的提升 然後為了 為了 為了 魔球兒童的福祉 然後 沒有寫在書上的是 意識形態的控制 對不對 這樣講事情比較好講 又乖乖的聽過這裡 可是 如果在教育的立場 前面那兩個 都不算 就是 在教育的立場 我們應該只是去看中 為求兒童的福祉 那為求兒童的福祉 只有一個方法嗎 只有把他送到學校去嗎 不送到學校去 他就不能產生學習嗎 那回頭我們就討論 好吧 那不要送他去學校去 人會不會產生學習 我們得到結論是 一定會 生物的本能 為了活下去 一定會產生學習 對 那 我們就假設 我們是古時候的人 我們是原始實在的人 我們是禮白那時候的人 那時候都沒有強迫入學條例 他們就沒有學習嗎 但是呢 呃 我們又看看現在 我們已經習慣現在的環境了 那 嗯 可能在封山出門 左邊有石塘 後面 旁邊有山林 可以動處觀察路林 然後寬木等等 我們如果在 我們如果在台北 左邊是運動中心 右邊是 呃 客國館什麼之類的 好這其實都是一樣的 嗯 呃 所以 每個時代 呃 隨著社會環境的發展 每個時代 每個世代的自主學習 不管在古時候或現在 其實 他都可以保有他不同的樣貌 只是我們有沒有去察覺 如果我們有去察覺 那麼早上老師講的教育券 就變成一個 東西 還有差時間的基礎 好 報告完了 好 OK 那要提前耶 來 剩我們了吧 就不用面向我們了 好 我們兩個問題 我們從 第一個問題開始回答 自主學習可不可以強制 我們遇到的問題很快 一聊起來就回答強 因為我們就把它 就把強制 有些人就說強制 有些人就說不強制 然後就 聊聊聊就發現 不對啊 自主學習它本身的概念 就沒有強制的概念 你有強制就不要自主學習 所以 只要有強制 它就不是自主學習 所以理想上 不可以被強制 或者是說 它 強制了 就不要自主學習 也就是自主的概念 那後面說 強制的自主學習 是否有正當性 就沒有強制的自主學習啊 沒有強制的自主學習 談什麼正當性 那既然 爬到這裡之後 我們就開始聊 那所以這兩個問題 到底要問我們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我們區分了自主跟學習 那 自主這個事情 就是連著強制的 那學習這件事情 我們把它放回兩個問題裡面 就發現 學習可不可以強制 也就是說人 是不是有一定要學的這個事情 那我們還沒有很深刻的聊 但是稍微聊到一些 像是剛才說到的神武姓啊 然後 約束啊 的這些事情 對 那稍微點到 那關於自主的這件事情 跟強制聊到的是 那那個強制的界線在哪裡 什麼樣叫做強制 那 約束跟自律 他們兩個的關係 是一樣的或不一樣的 然後聊到了 那個強制的界線 例如說有課綱的學校 然後只有學習方向的學校 或者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學校 然後下來的學校 那到底哪裡 是哪一個界線 但是是一個強制 那哪裡就不是 對 那我們還沒有很深刻的聊完 對 那 還有什麼 還有聊到說 我們的限制 強制跟限制的區別 哦 限制 限制有 限制不一定是人為的 對 那 例如說 你剛才說的 生物的限制 然後 或 碰到會痛 會危險 會受傷的限制 高樓摔到 碰到會死掉的限制 這個都是限制 但是這都不是強制 對 聊到這裡 那我們還有很多東西 還沒有 能夠繼續聊 那 鬼打牆的一陣子 這樣 欸 不是 這區都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自主選擬 自主可行 他 可以強制 不可以強制 這個問題就已經開始回答牆了 OK 好 我知道這個 我們要兩分的事情 好 謝謝 謝謝 有要提問嗎 我們現在就是重問重答 好不好 提問 有人想要什麼 想要 有線索 想要跟他分享 麻煩 每一個人都要交給他 你先交給我 這樣 對 你先交給你 你先安全一下 來 我來補充一下我們後面的討論 因為 我們的討論是覺得 從個人生存的 我們 金主 從個人生存的出發點來看 我們 我們就必須學習 一定會學習 因為如果人生物的人 就活下去 那可是從團體 因為我們就假想 我們就一直講 我們是原始 那或者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金主六個人在荒島下 那我們要想辦法活著 逃出去 逃出去 或回到一個我們 更好生活的地方 這個時候可能就會有 一些需要協調 限制或強制的東西 因為譬如說 我們可能要生存 我們需要吃的東西 我們需要水 可是我們不能六個人都說 我們去找水 那我們就不能吃 那我們如果需要 照木拔出去或什麼 那我們也 我們就必須協調 合作這個群體 才能活下去 因為除了個人的生存 還有群體的生存 譬如說 一個鄉鎮 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池子 那當這個 這個東西擺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去協調 那什麼時候 是一個不好的狀態 就是譬如說 我跟狀動武 反動武 我們四個人 只想坐在那裡 吃東西喝水 然後我們就聯合 我們眾人的力量 去捷破另外兩個人 去做所有事 那我們還是能生存 但是對這兩個人來說 就 就不是那麼那個 我們的 對 所以 有沒有可能要 要強制或什麼 就是說有可能 那 那目的是什麼 然後這個限度在哪 就是 還沒調整 為什麼我們非主很快 就覺得好像不可以 必須要強制 因為自主缺席 所謂自主就是 自己決定嘛 那自己決定的話 那 這個空間是 一個發散的概念 那我們就來想一下 有什麼 也是這樣發散概念的 比如說 自由 自由 不應該有界限啊 可是我們卻也討論出 自由的界限 比如說 你不侵害他 人物的自由 那這時候建議就出現了 所以同樣的自主學習 這個自主 無限發散的時候 那 框框在哪 那 也就出現了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那類比一樣 是一個發散概念的自由 那自由 我們都 股市價值也定義出 自由的方法 那我們就來談談 自主學習 那它的框在哪 這個框一出現的時候 它的強制就出現了 所以我們 人數很快就 把這個 牆打掉了 然後就往前衝下去 來 我想要 來 因為我是那個 剛剛講到一個環境跟關係 我們覺得 我覺得 學習其實很重要是 給他一個環境 過去那個小孩子學母 以來很好 其實小孩子學母 可以這件事情 可是就是自主的關係 就是在你現在所有人 因為 有自主學習的 因為你怎麼會講 可是呢 如果你沒有給他那個環境 小孩子不會講不懂的 比如說他如果從小 是在森林裡面長大 他其實不會講不懂的 而且有個案例是 呃 狼童 對狼童 然後不知道幾歲的時候出來 但是他是不會講人 講人的話 就算事後再去教他 他已經過了那段 完全學習的時間 他是怎麼學都 學不起來 所以給他的環境很重要 那狼童的東西是 呃 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我們的那個強制 是應該是 我覺得 這個責任把這個小孩 是 壞大人啊 或是旁邊的人 造成的那個環境 是有這個 所謂的強制性的 比如說不管去學校也好 去共產黨也好 或是在家自學也好 這樣的環境構成 是一個必要的強制 但是也許那個學習這些事情 是不是有被學習成的 呃 呃 其實我想要對剛剛 最後報告的那一組 出一個疑問 因為 因為剛剛我們正期組 這樣報告下來 好像我們幾乎每一組 都是呃 在第一個問題 比較快的速度 可以得到共識 就是我們都覺得 是需要強制 然後是部分 然後只是那個程度的多寡 還有那個界線的定義 可是剛剛最後一組報告說 他們一直在回答牆 然後他們 我不聽 可能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誤會 我聽起來好像說 他們的原意是 不強制 所以我很想知道 沒有啦 剛好報告那個人 抓到話以前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很想知道 就會 就說你們怎麼去找出說 是比較不強制 我想跟你講 就是我們剛剛投入看 其實是 如果說這個東西稱為 自主學習 那他就不會有被強制 因為如果你賦予了強制 那他就等於是強制 所以對我們答案 其實是兩筆頭的東西 如果你有強制學習 就是你們現在討論的 問要不要強制學習 所以我剛剛提出了 呃 強制學習 就好像神父系 如果說 我給他 我如果沒有告訴他 我如果強制告訴他 說你不告訴他 我會告訴他 那這個強制學習 是不一樣的 但是如果說 自主學習 是不等於 強制學習 就是 對 可是我們一看你就覺得 我以為自己 對 來來來來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裡 有一個概念上的問題 就是詞語上的問題 因為自主學習他的概念 跟學習他的概念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自主學習 那指的是某一種 學習的某一種狀態 他是自主的 自主是一個 他的 不管是什麼詞 我會說是什麼 那 所以有沒有強制這件事情 跟有沒有自主這件事情 是兩件完全毛縱子 你有自 你自主 就沒有辦法去強制他 因為我今天想學 你強制我不學 或你強制我學 都不叫做強制我啊 對對對 所以他是 在學習這個事情 他確實可以討論強制 或不強制 有沒有必要 或者是 這個有很多東西 可以討論 但是我們還沒有 能夠時間吧 但是 但是 自主學習這件事情 確實是 沒有強制的 這是在概念上的幾個 我覺得是自主學習的 定義問題 他把自主學習 把它視為一個 你講完反答中 如果自主學習 是視為一個歷程的話 他是在一個 自主學習的歷程中 他不是已經達成了 這個東西 所以 有些人會把自學 你自學 好像就已經 你會自主學習 可是就是這樣 你不把它 視為一個另一程式 所以 所以像是 剛才Emma提出來 他是一個肌肉 他像是一個肌肉 是要轉的 好 我想要回應的是 剛剛的確在我們的小組裡面 在討論 學習可不可以被強制的這件事情 大部分的人所持的第一件是 不行 就是 作為教師 教學引導者 完全沒有 去強制 如果我去強制的學習這件事情 那這個強制的動作 是沒有正當性的 這是我們剛剛 大部分的人的理解 但是這個 話題 還在討論中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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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問題 跟我們等一下要講 我們今天會講 七個概念 對不對 我們早上講了三個概念 對 那等一下四個概念 都跟我們今天討論之間有幾個關係 因為四就是自己 自我 他的我 從來就是 個人小我 從來 跟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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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格勾引 所以 一開始你們很容易把 那個 那個自 那個自我 就是以為就是什麼 就是 那個 個人的小我 從來 就不是這樣子 像小大我 小大像你的家庭呢 像中大我 對不對 你的社群呢 像大的大我 像你的社會 你的國家 人類世界 我們的我 所謂的我 從來 從來 這個小的自我 再加上 這好幾層大我 中整而成 那麼所謂的選擇是 他們的 口 舉例來講 教育中非常非常非常追求的一件行事 教育聚會均等 那教育聚會均等這件事情 沒有人會覺得 會希望說 我 未來學習 我發展的機會 比另外一個人 對不對 他少非常非常多 沒有人會願意講 但是 你有辦法嗎 你有辦法 你要 你要達到教育機會 不要說 真正均等 大體上沒有差太多 都需要 好幾層 好 我就是在那個 所以 這個所謂的 字 他基本上要看 第一個 那今天 約瑞已經有若干族的提到 那第二個 就 我就想抽 個人小王 Homosakini 現代人 他的西製設計 是 你先看 你 人 天上的天賦跟傾向 他通常都是一正一反 相互解抗 譬如說 人 會好意 所以 你如果在外面 征戰多年 奔波老子 你那時候就會很想 有一個 家 當作你的避風港 然後讓你 讓你給舒適安穩 在家裡 休養 但是人 你內在 每一個 你內在 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動能 這個動能去指向 你要冒險 你討厭 你討厭一成不變的手 所以當你在家裡 休養 安穩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禁止死亡 希望有什麼 有什麼新的機會 可以讓你出去發揮 發揮冒險冒險 刺激刺激 所以 人的決定 人的選擇 人的決定 一直是在 這種多主角 譬如說 我們這樣講 我們都會視 那個 慈悲 為美德 對不對 視 殘忍 應該 應該是我想 在規範 消除 的 但是 事業上造成 悲劇 慈悲 通常 是最重要的 原因 像孟加拉 有一段時間 他常常鬧水患 鬧水患的時候 歐洲的貴婦人 就來捐 這樣 長年捐款下來 後來孟加拉 就比較喪之自立 天空大學 又來 我又不是僧垮了 歐洲 我又被貴婦人捐款 什麼時候會盪 這樣 能夠留意什麼 所以慈悲 而已 往後我們還會有更多 更多 關於這方面的同學 譬如說 我們 教育 或我們當老師 本身是一種 助人活動 他跟心理師跟社工師 應該是 海悟空三學 鐵龍作家 就是說 教師 教師 他是從學習的角度來做 那心理師 是從心理糾結打開的角度來做 那社工師 從你家庭這種 這種脈絡 對不對 就碰到各種困難 脈絡對不對 他在做 他是三要聯繫 所以 你現在 你現在 在那個 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對不對 所有 出人活動 都要注意到 他 其中 還有巨大的 道德風險 什麼叫道德風險 道德風險的意思是說 本來 摩甲他的行為風險是 風險率 是 十 那 當摩甲 受阻的時候 他如果說 都是自己 要看顧他自己的時候 他風險率 他行為很小心 發生危險的機會 但是你會發現 當他受阻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人造他 你會發現 他會改變這些行為 使得他行為的風險率 變成何時 這個是保險區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道德風險 那 人 天成為此 所以 你住人工作 很常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的幫助 你跟幫助者之間 受阻者變成一個相互依賴關係 然後受阻者 我曉得 能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 你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助人的工作者 有時候 你心臟是必須要硬起來的 那個慈悲有時候是會壞事 慈悲需要 但是慈悲有時候就會壞事 如果 如果 不能 那麼 最後 你會使得 受阻者 長期 限定於 依賴的問題 情感跟屬 那個 那個 所以 好 那 人非性質疊抗 代表 人的決定 這個品質 是 反覆跟飄移的 然後再加上他就造成功勤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這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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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並不像 不是有個迷思 對不對 有個誤群 就是你們認為主 我選擇的一件事情 就是會 打定到底 一往無前 從樓到尾貫徹 反正 不是這樣 這個主 他其實 其實就是為什麼 因為 人天生就是傑卡 對不對 天性 天性就是傑卡 而且必須要這樣子 因為 如果 人的天性 在演化跟安排 他不是傑卡 人 早就已經不在這個地球上 已經被淘汰 滅絕 所以 這個是我們在考慮的時候 第二個 第二個 農藝成生的誤區 那第三個大家就 又提到 人永遠生活在鐵飯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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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今天大概 大概有一部分的名處 就是 不管 你的選擇有多自由 這個自由不可能超越你的點半 人永遠是能在點半面 那通常我們談點半 就是等一下要談3G講 你的經濟技術 以及你的社會脈絡 典章制度 以及意識形態 價值觀 整個三個做成你的點半 你通常是等 但是當你這樣想 你要不要忘記 人他可以 創造新的點半 去成就點半轉 就是我們習慣講的 凡存在的必有道理 就是你去分析每個點半 每個點半都有環環相扣 很深的道理 只是即將所得來講更的道理 因為我們有提去 第四個對不對 就是選擇不是任期 我們今天都有談到 有時候我們將會把選擇跟任期 區分在一起 任期就是我想要怎麼做決定的人 不管 不管 那個之後這個決定的人 的後果不如我是不是可以承擔 那會不會 你會不會把我的決定外付化 把我應該怎麼應該承擔的 外付到其他的 中小我 中大我 或者大大我 那這個我們在 在我們的同學身上看到的 會發生很多 無責任的 比較自私的選擇 那這些是任期 選擇是他會選擇 他會選擇 好那 那這些我們當做一支 然後我們把幕幕放下來 未來我們在現場經營時間教育的時候 我們在固訊的時候 大概要注意到 好同學要很多學會 你是從什麼角度去固訊 第一 課學 好的 那個問題在什麼課 第二 教學 那其實在我們這邊 教學是被人 是被學習所取代 對不對 第三 熱情 就 之所以我們之前 為什麼會談 談自己 因為如果熱情為例 你學習 會不會 會不會 關係 你不要忘記 你現在 你要讓 你要讓 那個 你跟你這個資生學者 跟那個資生學者 之間 對不對 你能夠給他有個良性 重面的關係 對不對 那 他才能夠學習 很可能你講的都對 對不對 你給他很有幫助 但是現在就是 你跟他關係很差 你的學習所 非常 學習未必 教學 教學 就是指你跟他的家 你如果 白天六個小時 往東走 回家之後 他家裡六個小時 往西走 第二天再來的時候 回到旁邊 這就是你要的 那 其中 我特別多講兩句 的課程 你課程 你以為說 像課綱這樣子 對不對 就是分各課 不是 不是 在我們自主學者的域裡面 課程的含義是說 我們做一個資生學習者 我們 那個學生的人生 就在我們面前 所以 所以 你是 就你所能 在幫他找到 跟他 生命關係 遠近 最近的 那些知識跟其 再跟他吻 所以 同樣一門課 科目 名稱一樣 當第二年 來了不同的 理解學生 你的課程 就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的學生不一樣 他生命中的需求不一樣 與他生命中 遠近 關係 比較 比較親近 的 知識跟其 也不一樣 那我們在 這就要你們講 聽到很多 很多很厲害的老師 你到底可以講 他們教學能力很強 但是 課程能力 激進於理 這就是為什麼 常常在理智學校裡面 就算 就算社會不錯啦 學能挑破啦 對不對 然後呢 老師也很會教對不對 但是最終 那個 學習不為力 因為 你只要 只要 教學是沒有用的 你很可能 你選擇的課程 跟他生命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 你說 請問那個學習者 學習者 是 那個 你在現場 當他的資深學 資深學弟長 對不對 然後 你自然會知道 你自然會知道 你不要 你不要 企圖妄想 有一本 Penbook 或者食譜 可以告訴你 那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一行 對不對 它不是通通是技術 它有一部分的層面是 是 意識 那你會知道的原因 是因為 你跟他的關係 你鼓動他的熱情 對不對 你再跟他互動 在他互動 再呢 再跟他調 學習議題 然後 你跟他的大媽 經常 meeting 互動 然後設法 再使你們彼此之間 下去 相互投入 因此 你會知道 這個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 日後我們在現場經營的時候 你 永遠要想到的 五個 元素 任何一個元素 為理 學習 最後的 成果 常常 就是為了 然後 我 下一段我會講過嗎 人其實是生活在一點半鐘 那 你 考慮點半 我要三次講 從 這個是生命才有的特別現象 從那個 那個 阿米巴原床開始 有沒有 他就 有點半 第一個點半 我們才把它稱為 經濟啦 或 技術啦 從 一個 阿米巴原床的立場出方 我們把場景最簡化 你最能明顯 就是 如何 佔有資源 讓自己生存下去 所以永遠 永遠 這個點半一定有個面向 是在 考慮 如何佔有資源 然後呢 讓 你小我的個體 可以活下去 你讓你的大我的種族 種族 中族 可以免疫下去 永遠的 但是 不會進入的程度 然後第二個 這個 通常我要稱為 社會 社會 典章制度 如果生命只有這個層次 我們所謂的物質層次 它不會成功 第二個層次就是 它要考慮 它如何跟其他生命協作 怎麼合作 怎麼分工 怎麼聯合起來去幹掉 另外幾人 所以永遠 這些生命 永遠 它會 它會有一套基石 再 因應 它如何跟其他生命協作 我們把它叫社會 第一個叫物質 第二個叫社會 但是 還沒停止 它所唸對的 它所唸對的 不是其他生命 還有更多 無生命的環境 所以生命 最終還會再升級 會有一套基石 去定對 它如何跟它的環境協作 就一次阿明巴來講 它要從它的環境裡面 獲得資訊 比如說現在是冷啊 還是熱啊 我是應該要 結成一個 那個 那個 殼很厚 的包子體阿 還是應該從包子體解出來 對不對 四粗密石 加速分裂 所以它還會 還會有 那這個最大多數是跟Evomation 跟資訊有關 所以分別的 就是它如何佔有自己的 它如何跟其他生命協作 它如何跟環境協作 最終 這個生命會建構起一套體系 把自己包起來 你要做點字符也可以 你要叫它說 就是說它有一個單一單純生命 升級到 升級到某種 某種 class 某種有水準 的狀態也好 總之 最後它會被一個典範 這個典範永遠會有三個面向 物質的面向 社會的面向 文化的面向 所以我們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常常要去思考 思考 你自己是生活在那種典範之中 然後在你的那個生存典範之中 所以在我們來講 我們這一行都要考慮到這些事情 包括小孩長大 那個社會 是在什麼典範之中 那它生活在那個典範之中 跟你現在生活的典範之中 有哪些差異 有哪些東西是你不用面對 它不需要面對 所以 這個就是 要洗的一雙眼睛 這雙眼睛 你要能夠 你要能夠去洞察 你現在 生存的這個點子 不是 還有 我們不是做 那個教育的嗎 教育 同學在學的這些眾多知識跟技能裡面 大致上 會用不同的符號 來表述 這個符號大致上會分成四個體系 第一個 是文學的 就是天然語言 人天生大約可以辨識一千個左右的子能音 但是 人天生就有語言的本音 但是沒有文字的本 天生就有學識的本 你不要看說這個人在那個社會 在他的所指的族群裡面二元垂垂 他放心好了 他生在英語的社會裡面 他英語絕對可以講得好 他生在悲咒語的社會 他悲咒語絕對可以講到 這是他的本 人天生 但是他同時也在被典半群化者 人一千個 人一千個左右的子母音的變性能力 到了一歲之後 大概限縮到六百個左右 所以人天生大 你把他丟到非洲對不對 一個白人小孩 你把他丟到非洲 他可以把非洲化學 一個什麼 那個艾斯基摩小孩 你把他丟到 丟到美國典型的美語社會 他可以把美語學得非常熟 因為他一生下來大 就有各種子母音的變性能力 在他一歲以內 他跟他的環境互動 那這個環境互動會一直在選擇 那哪些什麼 哪些子母音的變性能力會不會強化 哪些子母音的變性能力會退化 一年之後他大概 大概剩下可以變性六百多種子母的能力 那這個過程隨著 他越大 那個強化的 越強 他能夠辨識的子母音 速度再下降 那等到他呢 等到他五六歲七八歲之後 甚至到十歲之後 一個華人小孩 你要再把他送去英文的世界 他要學會英文的語言 就比他出生的時候更難 那二十歲更難 這才說我們人是活在典範的 這個典範不斷在對我們進行循環 那最早 人類最早的符號跟語言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天然語言 大的那種功德上的九億 要求定義精確 不能有疑義 當然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在數學跟自然科學裡面 那你如果把科學分成四支 包括物質科學 生命科學 天文地科跟治癒科學 四支的話 那這四支 雖然你看到他所研究的那個課題 相差極遠 但是事實上 他們所使用那個符號 跟語言的風格 其其類的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第二組語言 那後來 第三組語言 是社會科學在用的語言 他一部分 他其實是前面兩種語言的混種 他一部分是習得 但是比較晚近才出現 他習得在學的一些方法 概念 五號 超過手法 但是他其實 又跟 又跟 那個 那個 什麼 我們第一種語言 就是生活書寫 跟文學在用的語言 他其實有非常量度的這個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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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組語言 就是社會科學在用的語言 那第四組語言 是藝術在用的語言 那這四組語言 大概 大概你很難 因為你表達了標的 表達科的不一樣 你很難想要用 數學及科學的那套語言 去表達藝術 你有沒有能力感受跟感應 那所以你看 既然國家相差那麼多 你去看各國課章 大底下各國課章的基本區分 就是按上面四組語言符號的禁止 再做區分 所以你看我們的 新加坡 日本 美國 我們大致上 這些課章 他的基本分科跟架構跟領域也相距不大 那並不是 並不是我們不約而同 或者是中間有國際協定 國際條約 而是因為 他們都受限於這四組語言 本身的這種天然科系 這個也是我們在 那回過頭來講 如你們所說的 對不對 台灣或者是我國 本來我們公共交易的點半 是比較接受 那個晚進各國公共交易 復活強盯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 中國大陸還在那裏幾種 然後 但是 但是 事實上 就像那個 這當然是一個 是過去三百年裡面 前兩百年 非常成功的點半 但是 在一百年前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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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來 後來 那個什麼 你沒有聽過兩公約 那兩公約的前線是國際人權協議員 那這三個合成人權三五間 那在人權三完全從那個 國際人權公約開始 到後來兩公約其中的社會經生活公約 就提到 家裡或婦女對教育選擇權 那也就是說 這個點半應該要再轉 那到現在為止 包括像 瑞典 他 並不承認在家自決 最承認在家自決的是 那個 美國 因為美國 很大的各種 所以 小孩跑來跑去 對不對 那一個簡便出道就是 在家自決 帶著小孩回去 對不對 所以美國 在家自決可以用來交代言情 會發達 那但是 像瑞典 瑞典 他就是 那個 我們覺得 我們就應該把 工作就辦好啊 我們應該就要讓我們 讓每個小孩 送進我們 送進我們的學校來 對不對 就是得到最好的學期機會啊 那芬蘭 你們又更常聽到 芬蘭的情況是 國家課長大概只規定 學生學期結束的三分之二 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基本上講起來 就是由現場的老師 部屬個程 因為國定的個程 就只有講一半 或者少少 那 所以在芬蘭 老師的權力極大 甚至他們高中根本不分年級 為什麼 因為到了高中 因為高中已經相當自主學習 那相當自主學習 你就應該跟你 按照玉璃學的講法來講 你應該夥伴選配 夥伴選配我 你應該跟你自從道德一起學嘛 那怎麼會有個邏輯說 你應該跟你同年名的 你自己學 你跟你同年沒有 所以到了芬蘭高中 已經 沒有再分年級了 所以 那現場老師的權力又十大 對不對 然後他們整個國家非常強調均勇 意思就是 兩所高中 在芬蘭考試 誤差 大概是百分之 你念 你念哪一所高中 差不多啊 然後呢 這樣做的結果 就激勵整個芬蘭的青年 芬蘭青年 生涯的第一支院是教師 你說 其實整個芬蘭他們的教育 就是高中體制裡面 都是這樣 他們這個定為國策 努力了四十年 對 定為國策 努力了四十年 那不是 一素可激 他們一系列之間可以做到 那現在就是目前他們推薦 就是多的高中 整治中 去幼稚化 嗯 所以 好 所以你可以 請說 多的好險 就是剛剛提展工業 然後提點判的轉移 你自己 展工業裡面 譬如家長 自己選擇開始有專業選擇 選擇的事情 至於之前國家 完全規範 規範好 你覺得這是一個點判的 欸 像他之前的點判 你可以把它用一句話來盤覽 國家教育權 對 包括中華國賤版 好 都是這樣對 然後呢 然後呢 後來 新的點判 他的核心變成另外一刻 國民受教權 對 這可以 可是我在想 問題是說 你這個麥克夏的點判的轉移 我會理解 可是我 我好奇的地方是 在我們剛才的 這個過程裡面 同時在一個更大的系統裡面 發生的是 是不是很注意走到 全球這個資料 這就是我要講的意思 這就是 在我們演辦選擇裡面 對不對 永遠 我們违避不了 左右的選擇 以及左右的成功 甚至公共教育 核心的兩條宗旨 一左一右 彼此就在解開 什麼叫左 一個社會 一個社會 會將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 更多的這種 這種權力 交給集體 相對 集體 交給集體 那 使得集體 有較多的能耐 較多的能耐 較多實 那什麼樣的國家 容易走向左派的方向 補寒之力 奔蘭在中世紀的時候 一場風雪 他要損失四分之一的人 所以這個民族沒有辦法 就是 他一定要把更多的資源跟財富交給集體 要不然的話 一場風雪來了 老人怎麼辦 小人怎麼辦 就死掉了 多來幾次 政府可能會毀滅 所以他自然 那好 他會起一連串的連鎖感 當這個社會 把較多資源交給集體的時候 他極其注重 極其計較 政府是否親友 因為奔蘭拿走整個社會 政府拿走整個社會 近百分之四十的財富 所以 你那個 你在奔蘭當文官 當高官 對不對 你有 台灣最高官的那個 那個 那個貪婦的容忍度 是比台灣低 非常非常良好 然後對 政府 對使用資源沒有效率 也非常非常欣賞 那什麼樣的國家 對不對 他會傾向 他會更傾向 把效果的資源交給個人 那個人所上有較多資源之後 他不就是可以做各式各樣符合自己需要的選擇嗎 對不對 這是幼的方向 那 台灣 傳統上就是一個幼情的地區 原因我們在雅二代 雅二代 雅二代香蕉掉下來 不是椰子雅二代 香蕉掉下來打到鐵 所以不容易 而且那個時候 人口大概 大概 那個我們 我們一直到郭先來台之前 還沒有超過法來的 所以基本上我這樣講 那個 他當然不會有一個社會傾向 就是我們把較多的財富交給集體 我們的傾向是我們把較多的財富留在你們手裡 然後呢 台灣又極端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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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隨美國跟日本 那美國是個大右派 日本是個小右派 對不對 他們基本上講起來就是什麼 就是你講的 民信市場 資本主義邏輯 對不對 民信競爭 對不對 最好 最好可以 像川普那個德行 川普那個德行就是什麼 就是 右派非常便宜 你知道嗎 好 公共教育 從頭到尾兩條宗旨 一個 教育機會均等 一個 有效幫助社交者 教育機會均等 需要一個左派的思維 那 有效幫助社交者 需要一個右派的思維 所以從來 在公共教育裡面 我們就沒有辦法追求 絕對的 有效幫助社交者 因為這樣就會導致 你可能 教育機會均等 這個目標 下降到 你完全無法忍受 那你也沒有辦法去追求 追求 絕對的教育機會均等 因為 你追求絕對的教育機會均等 你會使得你的教育完全漸化 無法有效幫助社交者 這通常我們在選擇的就是一個 教育機會均等 看可不可以七八十分 然後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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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有效幫助社交者可不可以七八十分 我們 我們現在談這個 像那時候 趕會考就是說 就是 輔落跟靶尖好路 大概是類似一樣的 它沒有辦法透過 比如說 明星剛中私有化 然後 你要接著靶尖這個熱身的 你去 去念私利 然後 公教律的部分 打他學 我說理論上 因為 因為有人會少多人 你這個就是中淵編主的想法 對不對 好 那中淵編主的想法 對不對 我很擁護 我也志力於在家的推動 對不對 但是你要考慮 國內有另外一個同胞 對不對 宮廷這兩個字 對國內這兩個字 居優派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要求什麼 要求我們盡量 盡量讓小朋友 每一個小朋友 都有好的社交機會 居優派 跟在選秀派 希望教育精致打化 這兩派 公平對他們來講 是兩個含義截然不同的 所以他們用公平截然 對居優派來講 公平意味著 學習弱的同學 需要奔得更多的自由 這樣才叫公平 對選秀派來講 要成績好的學 多得自由 才叫公平 你在 哇 你在 你在 你在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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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鼓勵嗎 你在懲罰優秀嗎 這同樣公平這兩個字 在這兩個字 他們定義 是完全相當的 好 那台灣現在 台灣現在就是 台灣在四個華人社會裡面 是第一個走到多元社會的可能 我們再劃一步 我們就有可能 走入多元社會 那如果台灣走入多元社會 那必然是一個中間偏族的社會 那我們不要去管 我們不要去管 就是過去那段時間 台灣有非常非常長時間到六七的傳統 因為 他在那時代可能是對的啊 那如果人口那麼少 對不對 氣候那麼溫和 然後呢 一年到底跟兩球到三小 對不對 為什麼要把那麼多的財庫 交給集體 那當然 我們把較少的財庫 台灣的出稅負擔率 現在是只有12.9 是只有比產業國家越高 是全世界出稅負擔率最低的地區 對不對 所以可救出 又有什麼非常非常嚴重 我們租稅負擔率 比新加坡海底 比香港 我們跟新加坡 跟香港三個地方 在比善 誰把租稅降的最低 用此來吸引外資 那其實完全迷失嘛 因為台灣超過一兆的爛頭損 根本銀行帶不出去 對不對 哪裡需要呢 你需要找的是投資機會 你不是什麼 不是降低租稅去吸引外資來投資 但是你壓低租稅的結果 一 你老人交付沒錢 第二 你學學博語 沒錢 第三 你環境治理也沒錢 第四 你健保田充也沒錢 所謂 所以不管過去台灣走這種完全右傾的治理路線 是對之錯 起碼對面對全球極端氣候 以及高齡化、少子化的台灣社會 絕對是走不下去 所以台灣需要什麼 需要走向後面變左邊了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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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起碼氣候 起碼氣候 你是不是需要更多的環境治 對不對 你動不動就什麼 動不動就洪水線過兩百年 對不對 洪水線過四百年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更多的環境治 對不對 你如果像以前根本不要管它 好 你小子化 你小子化是不是需要公共多餘 因為在歐洲時間的結果 對不對 你能夠拉升 那個 那個 生育率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公共多餘 其他你們八斤第二大股錢 都寫過的特別小 只有有效方法就是公多餘 他 他有相當 相當 水線的Binco 對不對 也不是Binco 好 那你回過頭來講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 至少應該回到 李登輝當總統 就任中華國第八任總統 二十趟 那一年 台灣就任二十趟 過去這段 從李登輝當任第八任中華國總統之後 一直減一直的 一直對減 加上減最減最減 減到今天12.9 所以我們一如 如你所說 一直在走一個右挺的路線 然後一直在講 講說我們就應該給你資本家解決 資本家就會來 那個 投資 對不對 來投資之後我們就有工作機會 對不對 那賺了錢他就能 他就可以 可以富裕社會 又給他很多錢 好 這是從來沒發生啊 對 那你現在根本 我們根本 你環境自己也沒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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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多餘也沒錢 老人照也沒錢 剛一旺社會 但是讓你的支出 不是跟以前 你還是讓社會的少年支出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你這歲12.9 你知道怎麼做 請說 我有一個大疑 就是如果租稅率提高了 錢比較多在國家那邊 國家真的會負責自己 所以 所以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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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性群狂跟兩人 這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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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難 你沒應到而已啦 好啦 我們拉回來了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 台灣長明政治 對不對 那個 我現在要講 對應到 教育 教育始終 無法迴避 你會面對 面對 左右的 就 當大家都在談公平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另外一半的同胞 他的公平跟你的公園 完全相當 對 好 那目前台灣走到現在 就是 就是 我剛才講過了 他已經走入界 所以已經從 國家教育權走出來了 那我們 參考 那個 我們 簽署兩公約 意思就是 接受 世界人的學學學 然後意思就是接受 公平教育權 所以我們由 國家教育權走向 國民社交權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妥結 就是 我們體制學校 仍然 仍然維持著 但是 給人民 不同的權力 萬一你不能買一體的學校 我們給你 出來辦實驗教育 不受課章 不受課章 就是 這是目前 目前 那個 欸 下一頁 下一頁 對 你有